听着教练的指令,小朋友在电子上跑跳 这是双城国小附设幼儿园在大班学生毕业前 特别安排的角力课程体验活动 双城国小角力对教练借由基础的肢体动作 并且加入趣味游戏元素 像是大象走路、蜘蛛爬行等等 让小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尝试各种动作 给这些孩子就是从爬行啊滚翻 这一类开发他们身体的一些运动来做一个引导 然后希望能让他们身体发展的能够更好 幼儿园主任林颖慧表示 双城国小是教育部推广角力的重点学校 有优秀的角力师资 所以先前就曾经让特殊生来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 加强小朋友的感统能力 这次让大班的小朋友来体验 除了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肢体潜能 也可以提前了解和接触角力运动 现在的孩子比较缺乏动 就是他们动的都不够 所以比较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容易分心 然后有一些过动的状况 但是其实孩子他们在透过 每天不断的练习 然后还有大肌肉的活动 其实是会让他们的学习更稳定 在一些基础动作之后 丁兆毅教练还引领孩子们进阶到前滚翻和后滚翻 有的小朋友一次就能完成 有的则是经过不断的练习终于可以顺利翻滚 丁兆毅教练表示 这些动作其实都跟角力运动息息相关 同时对于孩子的肌肉发展都很有帮助 角力也是一个电伤运动 那滚翻也是在电子上做 那我们角力选手的基础 就是跟电子的接触最密切 那能适应电子上的所有的动作 那对我们未来发展角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快乐的在角力电上跑跳 挑战成功翻滚之后也更加有信心 双城国小表示透过这次的角力课程体验 除了让幼儿园小朋友可以认识学校的特色社团和课程之外 也能够对于自己的肢体运用更加有自信 进而喜欢上运动爱上运动 记者杨邦友 超方琦 新店采访报道